影片中這個身材中廣 頭髮細疏的中年男子 是最新虛擬紀錄片的男主角 紀錄片內容敘述 阿爾塔從現實生活消失到虛擬空間 生活的情況 我有一個房子 一個床 我愛的人 和我愛的人 由荷蘭阿姆斯特丹 一家遊戲廠商 以著名的網路3D電腦遊戲 《第二人生》為藍本製作 也是全球第一部 為虛擬人物力傳的紀錄片 我們學習一下 在虛擬世界中的活動 他就是你的指導 他幫助你解釋 和理解世界的世界 逼真的3D動畫場景 和寫實的對話 讓人信以為真 不過虛擬空間 和現實世界究竟還是不同 主角在虛擬世界中 可以選擇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不管是黑人 白人 或是肌肉男 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選擇 自己喜歡的衣服種類 這部紀錄片將被分成10集 每集7分鐘 放在網路上播放